光阴,有没有?光阴 这个真的很奇特 很奇特 就说他不知道是怎样的灵 就就就就就 我就觉得真的是很奇特 可是光阴不是就是 太阳跟月亮啊 那一天就是有太阳有月亮 就是一天啊 所以光阴 我想他这个光是不是因为有太阳光 阴是有月亮 所以这样日夜就是时间啊 这样子 我才想是这样子 也可能是一个说法 好 时光 也是光,对不对 时光,光阴,光阴 很多光的啊 光阴者白的是过客 而浮生,落梦浮生就是我们大家 在这个地球,在现在这个地球上生活的这些浮生 落梦 那所以要怎么样呢 微欢几何 我们应该要尽情欢乐 完全呼应他一贯的这种人生观 嗯 好 所以呢 古人 有趣欢乐吗 人生苦短 旷 更何况 他当时是什么 春夜 更何况 阳春照我以烟景 这会让我想起 烟花三月下阳中 那一种景况 当时的天气 阳春照我以烟景 温润如烟的美景 所以我刚刚选那一首 那张图是对你这句话 大快 假我以文章 这个比较难解释 大快就是大自然 至于它的出处 为什么大快是大自然 前面有没有人这样用 带查 我没有继续查下去 大快就是大自然 大自然 假我以文章 这到底这个要怎么解释呢 这有几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说 那大自然的美景 给了我 写很好的文章的灵感 这是一种说法 第二种说法是说 那大自然在我读来呢 读这个风景 读你这个人 读这个风景 读起来 就像是一个很棒的文章一样 假我以文章 这个假 比较类似那种 不假他人手那个假 但是也不是那么的近 不假他人手 这个是假 那个是不假 这是假 大自然好像 借着我 借着我 我因为观察了大自然 所以写出很好的文章 那我们只能这样子去 去解读 去引申它的意思 但是这样的意思是对的 只是没有办法 一个字一个字的解释 分析 好 在这个情况呢 大自然啊 这么样的美 这么样的好 我们大家聚会 在陶礼园 这个地方 陶礼园 会陶礼之方圆 在这边聚会 做什么事情呢 因为当时 就是他跟他的这些一些堂弟 他大概算是做文长 做什么 就是大家在一起喝酒 那家族之间的事情啊 所以续天伦之乐 天伦之乐辞 在座的各位呢 群记 俊秀 群 很多 各位 记 伯仲 俗记 就是各位弟弟们 这些弟弟 我有一个朋友 他的名字里面有 众这个字 那我知道他一定派行 好不好 众属记 所以这些弟就是 记就是弟弟 这些弟弟们 这些表弟堂弟呢 都是一时俊秀 结尾都是惠联 惠联是一个人 古代一个人 我这边字很小 我看一下 这是在南朝 为什么他们一直在讲南朝 北朝 南朝 南北朝 因为 现在是唐朝 唐朝的前面是隋朝 很短 很短 在上面就是南北朝 三百年左右就是南北朝 所以对他们来讲 这还算是 不是太有的事情 所以这些弟弟们呢 一时俊秀 都是像谢惠联 惠联 谢惠联 这样的好人才 那谢惠联是谁呢 谢惠联就是 谢灵运的 竹帝 竹帝 堂帝 所以我们这姓谢 当时的什么 旧时王谢堂前 那个谢家 有 最有名的那个政治人物 有谢安 谢时 谢玄 后来又过过过过 过了几十年之后 有谢灵运 大谢 谢条 小谢 谢惠联 这是他们 都是一家的人 还有那个谢道运 上次讲过 谢道运能永赢 那唱那个 魏洛柳絮运的东西 那个财女 他全部都是一家 那因为这个谢惠联呢 是以这个财华洋溢著称 所以他拿来比喻 你们这些人的财俊呢 都是像谢惠联这样 而我呢 我做诗做歌 读 惨愧 康乐 康乐 康乐是谁 康乐就是谢灵运 他夸赞了他的足弟之后呢 讲他自己呢 有点自谦 我写的诗词呢 都比不上 谢惠联的航兄 主兄谢康乐 这边就是有典故 有人名跑出来了 好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 喝酒 做诗 赏景 悠赏未夷 我们优雅景致观赏 都还没有结束啊 我们之间的这些高堂阔论呢 更准清奇 就形容当时的景况 以及他们的会谈的这种 就是很高雅的 开穷颜以作花 我们在 我们摆开盛大的宴席 在这个繁花锦簇之下 喝酒 还没有提到喝酒 非语伤而醉乐 台湾有个醉乐壶 非语伤而醉乐 这个语伤就是酒杯 因为很轻 这两种说法 一种说因为很轻 所以像羽毛那样 所以叫羽伤 另外一种说法是 那个酒杯有两个耳朵 像是鸟 这叫羽伤 这羽伤啊 当时都是流伤这样 流行这样的 传来传去大家喝 那个取水流伤就是流到哪里 停下来你就喝一杯 然后就做一首诗 这叫非语伤而醉乐 好 我把它讲完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现场有语伤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东西 不有佳作何生雅怀 因为当时流行是这样 每个人要喝了以后要喝酒 或者尤其要划酒拳以后要喝 输了要喝酒 然后要做食 所以要有佳作 如果没有佳作的话呢 怎么样能够伸展我们的雅怀呢 如果轮你做而你做不出来的话 就要罚 怎么罚呢 以金谷酒素 就是金谷 他又在讲古代的 一个很有名的影验的 就是那个食从的那个金谷语言 当时的规定是规矩 做不出来罚伤悲 你做不出来就按照那个礼述来 这个全文是这样子 我们请James 他今天帮我们带来的这个雨伤 我们请他来跟我们示范一下